弥迦书 第一章 当犹大王约坦 亚哈斯 西西迦在位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临到摩利沙人弥迦 他见到有关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异象 万民啊 你们都要听 地和其上所有的要留心听 主耶和华要从他的圣殿指证你们的不是 看啊 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 降临步行地之高处 众山在他底下融化 诸谷崩裂 如蜡融在火中 如水冲下山坡 这都是因雅各的罪过 因以色列家的罪恶 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 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 犹大的秋坛在哪里呢 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 因此 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废墟 用以栽植葡萄 我必把他的石头倒在山谷 掀开他的地基 城里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 行淫的赏金全被火烧 我要毁灭他的一切偶像 因为从妓女的赏金积聚而来的 他们仍归为妓女的赏金 为此我要大声哀嚎 赤身赤脚行走 我要呼嚎如野狗 哀鸣如鸵鸟 因为撒玛利亚的创伤 无法医治 蔓延到犹大 到了我百姓的城门 直达耶路撒冷 不要再加特宣扬这事 千万不要哭泣 却要在伯亚弗拉 翻滚于灰尘中 沙匪的居民啊 要赤身羞愧地经过 撒南的居民不敢出门 伯以靴哀哭 不再支持你们 马绿的居民心肾忧极 切望得着福气 因为灾祸 已从耶和华 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 拉吉的居民啊 要用快马套车 西安的罪由你而起 以色列的罪过 在你那里显出 因此 你要将宋别礼 送到摩利社加特 亚格西的众家族 必用诡诈带以色列诸王 玛丽莎的居民啊 我必使抢夺者来到你这里 以色列的贵族 必来到亚杜兰 犹大 为了你喜爱的儿女 你要剪发 剃光头 要使你的头光秃 如同秃鹰 因为他们被掳去 离开你了 三下 二下 二下 一二三 二三 三 四 三 三 三 二三